对 这是他的造景吧 对就是一开始走进来 就会有一种闹钟曲新的感觉 然后觉得在都市里面 怎么会有绿化做得那么多的一个健康 主要还是因为他离市取景 但是又没有这种所谓的市区的吵杂 因为这边真的很安静 就是我们是在市区 旁邊去相隔不到五分鐘 然後這裡的交通環也算四通八達 離快速道路又近 然後最主要是小朋友在這邊 他其實離書一國小很近 等於說我太太以後繼續接送小孩 未來小朋友上小學的話 接送小孩是很方便的 因為我之前在搬進來這邊之前 我其實其他的房子也都是有 就另外再安裝記憶床 因為有用過才會知道說 其實這個東西是真的很好用 因為再怎麼安靜它 怎麼樣都會有風聲 會有蟲鳴娘叫的聲音 可是裝記憶床就是完全靜音 那使用過因為他來這邊的時候 當初看到他就是裝了 就是鵝排的記憶床 算是記憶床裡面算比較好的牌子 那時候看到其實就是還蠻讓人心動的說 這個都不用再另外再花錢的裝 就是鵝排他們從一開始的配套 就已經把一些可能就是 我們想得到他們基本上都想得到了 包括衛浴設備上面 有按摩浴缸等等的 這個都是還蠻吸引的地方 對於結構體的灌漿 我們都會堅持不加水 因為加了水之後 它的強度會降低到70% 這個影響非常大 然後在灌漿 整個灌漿的過程 在梁柱接頭的部分 我們也會特別地去要求 一定要做好震動 所以整個完成之後的混凝土 它的強度是非常的高 我們的結構體一定是 我可以很自豪地說 比其他一般建設公司的結構體 我們會比他們來得更安全一些 防水性也會更好 因為混凝土就是最好的防水材料 你混凝土產生了裂縫 它就一定會漏 你如果水密性好 沒有裂縫 那當然防水的施工 就是多一道安心而已 最重要的還是在結構體 我想就是結構體要安全 能夠做得比較精緻 綠化的部分 節能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每一個建案 我們都贈送給客戶 有太陽冷熱水器 使用太陽冷熱水器的優點 就是說一方面節能 一方面也降低瓦斯重塑的風險 所以我們的建案 都有附贈給客戶 太陽冷熱水器 就是可以住一輩子的好房子 推薦給你 這是可以住一輩子的好房子